你去找我吗 你去找我吗 找家找家 家里的问题 他爸爸有心脏病 他需要我们帮忙 他爸爸进院 他也需要我们帮忙 然后他怎样的周经 需要自己进来周转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警察要把他抓进去坐牢 然后就把他的所有的办理方 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他的 一开始是这样子 然后他每个礼拜呢 都会来我家哭啊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可怜 然后就有带他去这个教会啊 然后一点都看不出他是要骗人的 一点都看不出 所以我们还有break给他每天 然后就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来拿到这些钱